四个来回织好了 我们数一下是从这边 一二三四 来我们现在缝合后跟啊 现在开始缝合后跟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织了整个斜面 整个斜面就织好了 到时候这个缝眼睛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边缝眼睛的这个地方 到时候会告诉大家怎么缝 我们把这个织好的斜面正面放上 正面朝上 然后把它对折两个后跟 我们是在那个不是正面啊 我们是在反面缝合 所以是把正面朝上 然后把正面对折 然后再反面缝合的啊 八针两 然后后跟对齐就可以了 这个黑线看的不是很清楚 大家就一针一针的对着缝就可以了啊 这个线 这个线头拉到后面 然后直接把这个推掉 然后从这个里面穿 这个支针可能 就是一开始起针的话 起的比较紧的话 可能不太好缝 如果家里有勾针的话 可以用勾针啊 用勾针也是很方便的 如果没有勾针呢 你就只能用支 用那个 只能用那个磅针了 这个老是脱掉 我们这边拿一根勾针来试一下啊 拿一根勾针 勾针的话可能方便一点 这个勾针在我们的 那个桥手女工编制坊的店铺里面啊 淘宝店铺里面也是可以买到的 好 直接穿进去 勾针可能更方便一点 缝合后跟的时候 这个我们材料包里面 支针跟勾针 我们在材料包里面都是不带的啊 都是需要自己拍的 好 第一针 然后下面一针 好 两针 大家看啊 两针直接勾出来 然后把两针并掉 把前面这一针 跟后面这一针 直接从后面这一针里面拉出来 就这样子啊 这个放到这边来 这个下 这个线头真的是太讨厌了 好 我们然后再 在这个缝里面啊 大家看好了 是在这个缝 这个 有点偏黑的这个线 靠色线看得不是很清楚 好 然后两针直接并掉 再在下面一个 穿出来 穿出来 最后一针 好 我们这边就缝合完了啊 缝合完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线留点 然后拿剪刀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 然后从这个洞里穿出来 这样直接拉出来 好 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缝合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后跟缝合的地方 就很好看啊 这样缝合出来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线头怎么处理啊 很多客户他不知道 说这个线头怎么处理 我把这个线头 直接长到反面就可以了 长到反面的这个 这个线里面 你直接把它针 把它勾一下 如果有勾针 也可以用直接用勾针 然后这样啊 把它压进来 压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就直接这样长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多出来的线头 多出来的这个小线头 你把它剪掉就可以 多出来的一点 然后其他的线 也是按照这个方法啊 全部把它长到这个里面 全部把它藏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斜面的 织法就知道这里啊 到时候会 下面就教大家 怎么缝合这个眼睛 这些线头